Hello大家好我是斑斑 想和你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The Kung Fu Consum的创始人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系列视频的关注 本期视频是法国买房的第十期视频 本期视频与Hi Europa合作播出 Hi Europa是欧洲第一家提供中文、法语、英文、三语的保险机构 隶属买衣服旗下 为在欧洲的海外华人提供便捷可信赖的房屋保险与房产相关服务 请扫为二维码或点击评论区链接获得更多信息 本期视频中我们会跟大家聊到 如何在买房的过程中和房东或者中介砍价 和说一说我怎么样砍价的这些小故事 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可以一天省下好几万欧 首先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砍价的 如果就没砍价的话 会觉得好像缺失一点生活中的乐趣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砍价是商业中的一种斡旋的艺术 所以在买房的这个过程中的砍价 其实也是像其他的商业斡旋和商业谈判一样 很多的商业谈判的方法在这里都是适用的 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之前讨价还价砍价的一些小故事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自己砍价失败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入房地产圈 我那个时候对房产市场还不是很了解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着一个法国小伙伴 他又跟我讲了一下他买房的一些经验 当时就是在酒桌上谈了谈 我当时觉得这个房产市场好像很有趣 于是我就开始看房了 那个时候还是2017年18年的时候 所以2018年的夏天 有一天天气非常严热 然后我刚看完两套房 那个房子是一个房东 他都不住在里昂 他需要卖掉在里昂的两套房 他找了一个也不是里昂的房地产中介 这个房东他住在海外 他找了一个山泰田的房地产中介 来卖里昂的房子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在我现在看来觉得有点奇葩 但是当时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房子 它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它位于里昂的Giutia 其实这个位置有一点就是说 自然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是非常市中心 而且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它下楼就是轻轨 就是Tom 然后还有Metor的站 就是在那个楼下 而且Giutia它这一块区域 是有一个规划的项目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 我感觉那个区的治安规划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当时里昂的Studio的 大概的均价呢 是在4000到5000欧益平米 那现在呢 涨得很多了 现在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都有 这要看地段 那比如说 就说我现在说的这个地段的Studio 它可能均价呢 至少是在6000到7000左右 也是说 当时的均价和现在的均价 大概涨了20%到30% 那这套房呢 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就是它位于顶楼5楼 而且它没有电梯 而且呢 这个房子 它的楼高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 它很多地方呢 是低于那个Giheise 它当时呢 它的地面面积呢 是50平左右 但实际的Giheise的面积呢 可能只有30平不到 我当时记得看完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就觉得它其实没有很好的 就在这个边边角角 楼高比较低的地方呢 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些装饰呀 还有收纳的 所以应该房东呢 很久没有来打理过了 也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这个房东在海外 房产呢 拖给一个在圣泰田的 这样的一个中介来卖房 这很蹊跷的事情啊 所以它的房屋的价钱呢 是卖的非常便宜的 这个房产中介又是一个exclusive 就是独家代理销售的 而且中介说 房东要卖这个房子 是因为它有一个私事 它非常的着急 需要用钱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它那个时候卖的价钱 是多么的低 而且它两个房子加在一起 只卖25万欧元 非常非常的低呢 它现在这个房子 如果我当时买了的话 它现在这个房子 我单套应该可以卖20万欧 我当时跟中介聊了一下 一个中介还是森泰田过来的 因为它对这个里昂的房产事情 也不了解 它呢就说 如果你稍微缓一点的话 我觉得房东会卖的 因为房东当时非常非常的着急 我呢因为刚进入房产市场 初出茅庐不怕火 我直接给他往死里还 那个22万 当天的晚上呢 房东他说他要考虑一下 但是他已经在犹豫要买了 这个中介跟我这么说的 然后中介说 要我再往上加一点价钱 他说如果你再加一点的话 房东应该是会卖掉的 于是呢 我就加到23万欧 这两套房子一起 两套 然后加了这个价钱之后呢 房东说还要再继续考虑一下 这个房产中介说 如果你再加5000欧呢 房东应该就会卖了 因为他的心理底价呢 就是在23万5000欧左右 我当时想了想说 嗯 我觉得这个房东应该会卖给我 让他再考虑两天吧 结果两天左右呢 这个房产中介 我带了另外一个人来看房 这个人呢 是里昂的就是投资商 于是呢 直接给了一个offer prix 就原价买走了这个房子 其实我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是懊恼了蛮久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当时呢 就是为了5000欧的这样的一个差额 然后呢 错失了赚好几万欧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个好好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 我却没有珍惜 然后特别是我现在想起来这个事情啊 我现在在2022年的时候 我再想起来这个事情 这个房子的位置 现在是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房子如果装修之后呢 租出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的这个位置地段这么好 而且呢 想一想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把它卖掉的话 至少卖个189万一套 这两套房子 肯定是可以卖30多万 所以我其实还挺 就是说挺懊恼的 我就觉得有时候还价的时候呢 大家要想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真的很好的机会呢 大家就不要死磕这几千欧了 所以呢 不要错过一个真正的好的房产资源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一个非常成功的砍价经验 这次成功的砍价经验呢 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 崩矿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的annonce 它那个房产的价格和它的位置 简直就是夸张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啊 它就是完全低于市场的均价 差不多在市场均价的三分之二左右的价格 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的市场均价呢 可能比如说是4000欧 它的价格呢大概是3000欧不到 所以呢 我找到这个annonce之后呢 我就立刻联系了房东 而且当时呢 我正在发短信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房东已经把他的这个annonce 也就是小广告已经删掉了 他才发出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把这个广告删掉了 后来我就问他 你怎么把广告删掉了 他就跟我说 骚我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快要崩溃了 这个呢 也在侧面说明的一件事情 这个房源呢 是一个非常紧俏的房源 我就约了这个房东呢 当天下午去看房 在我看房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两到三个人 已经到了 已经看过房了 在我之后呢 还有人在看房 这个房东脑太太就说 我也不想要太就是麻烦 然后他说 我自己是一个marchand de bien 然后我对房产非常了解呢 我也不想通过中介来卖房 他说房产这个价格呢 是因为这个房产的 这个状态是非常破烂的 这个房子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破烂 然后我去看那个房啊 他连窗户全都是稀烂的 然后这个卫生间厕所 当时那个状态 真的就是惨不忍睹 所以我算了一下 就是估算了一下 施工的费用呢 大概是在4万到5万欧之间 至少 但是呢 因为这个房产的定价 是非常的低 所以我把这个装修 和这个施工的费用 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房产呢 还是要远低于市场价格 两到三万欧 看到这个情况呢 鉴于我之前 还价失败的这个经验呢 于是我就觉得 我自己不要乱还价了 这一次 因为这个房产呢 是非常的抢手 然后我感觉其他人 也是非常感兴趣 于是我在看完房之后呢 我就留下来 私下跟这个房东脑太太 托聊了几句 就跟他说了一下 我的财务状况 也跟他说了一下 我银行的这样状况 然后我也跟他说 我直接给个offer prix 就跟他表明了 我做房产的经验 和我这个贷款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房东太太呢 对我呢 还是比较信任的 此外房东太太就跟我说 其实我还是在卖 这个房屋的车库的 他说这个房子呢 还有个车库 他说但是你不买也可以 我可以卖给别人 他说非常好卖的 他说这个车库呢 他打算卖1万欧 我当时想了想 我就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车库 你可以5000欧卖给我 我一起买了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 这个房东老太太就跟我说 他一共收到三个offer 然后其他人呢 没有说要买车库 只有我呢 提出了要买车库 虽然我提出的是5000欧买 但他更加愿意呢 一次性把这个交易做完 因为他不想花时间 再去卖车库了 这个房东老太太 因为他是马上的病 他真的是不缺钱 然后他也不缺房子卖 他手上有很多的房子 所以呢 他不想通过中介来做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 我已经买下来了 这个房子也在出租的状态中 这个房子如果我啊 把它以现代的市场价 卖掉的话呢 这个房子至少 我可以赚3到4万欧元 因为房产也真值了嘛 我想说的是呢 这一次很好的还价的经历 以及这次谈判的经历呢 就让我成功的赚到了 好几万欧 我希望把这两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呢 也同时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里呢 我来总结一下 我在多次买房谈判 然后还价中间的一个经验 第一点呢 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准备 首先呢 你要对这个房产的价格 有个客观的估计 然后你要想到 你投入的时间成本 你的机会成本 你的装修啊 等等这些的总供费用 加在一起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总预算 这样呢 你就可以给这个房子 一个比较客观的 心理预期的价钱 第二点呢 你就要根据你自己 这个心理预期的价位呢 去跟这个中介 或者房东好好的握选 当然你要保持一个 客观理性的态度 然后呢 很有礼貌的去跟人家谈判 价格呢 往往是根据 供求关系而定的 所以呢 在房产非常紧叫地区呢 不要因为小的金额 而错失了好的机会 因为有时候 这个机会成本呢 往往比你这 面前的几千欧 要高很多 最后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跟房产中介也好 或者是卖家也好 建立一个健康 友好的关系 因为当你们互相有信任 有这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 你的价格可能跟别人一样 或者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候 房东或者中介呢 会更愿意卖给你 因为他会信任你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买家 那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 也希望大家知道 这个环架也好 卧旋也好 都是生活中的技巧 最终的核心 还是要你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房子 我觉得买房 卖房 这些都是很多时候 讲究缘分的一个事情 就像你会在生活中 有可能会碰见一个 一见钟情 喜欢的人一样 这个人呢 或者这个房子 这件事情呢 会伴随你很长一段时间 让你更加快乐 更加幸福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抱着佛系的心态 但是呢 努力去做好你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买房的话 用尽全力 但是呢 心态要佛系 谢谢大家观看斑斑的视频 再次感谢 Hi Europa对本期视频的支持 与帮助 Hi Europa 旨在为海外华人 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险 以及相关服务 所到之处 皆成故乡 如果大家买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呢 也不要忘记去Hi Europa 买你们自己的房屋保险 谢谢大家 我是斑斑 我们下期见